仙府文化局一起同乐 南投县107年度表演艺术巡回演出 鱼池场 8号在鱼池乡公所零售市场停车场热闹登场 由明珠女子歌剧团单纲演出 为鱼池乡亲带来真假牡丹 剧情热闹精彩幽默逗趣 吸引鱼池乡亲福劳稀佑前来观赏 场面热络 文化局一起同乐 南投县107年度表演艺术巡回演出 是以规划音乐、戏剧及舞蹈等表演艺术 主动将节目安排至乡镇 希望引发以及加深民众对表演艺术的兴趣 文化局局长林荣森表示 南投县幅员辽阔 为了使各乡镇民众能够享有均衡之文化熏陶 该局特别规划此次演出 希望透过此次优质表演 让更多人认识本县优质表演团队 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 主要有几个用意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把我们南投游指的这个演艺团队 能够带到全线的每一个地方去 第二个用意是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的举办 能够为他们多征批一些表演的舞台 让更多民众可以来参与 也可以来观赏他们精湛的演出 这个也算是对我们线内演艺团队的一种肯定 跟他们在表演精神方面一种惨罚 与此乡长陈启伦表示 先服让艺术下乡 走入民众生活方式真的很棒 特别是传统歌仔戏演出 不仅勾弃年长者乡亲美好回忆 也让年轻乡亲感受到传统戏曲之美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表演艺术机会 我们都知道我们早期农业社会 我们的这个歌语是我们做农的时候 轻轻的时候来观赏的一个喜序 我很久很久都没看过这个歌语团 现场真的我们欧巴桑 今天特别都来跟我们的现场来看到 非常感谢我们文化局 可以来基盤这种文化的活动 我们希望这种活动可以时常来基盤 在那儿让年轻人可以接受我们的喜局以外 明珠女子歌剧团积极推广歌仔戏艺术 不仅深耕校园及社区 也常年配置歌仔戏艺术兼并 此次《真假牡丹》取材至名川旗于兰季 剧情热闹精彩 幽默斗趣 展现追求爱情自由与幸福精神 传送真情真意的干苦人生 强调爱情的执着与善良 剧情波折离奇更是引人入胜 是一出适合合家观赏的好戏